中國今天對這個事情的這個反應是什麼呢 標題叫Keep Put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今天對此炮轟 說川普政府內少數反中政客 不斷的在上演最後的瘋狂 他叫做最後的瘋狂 華春瑩說 美方提及臺灣香港議題是嚴重干涉 中國內政跟司法主權 違反一中原則 跟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再來你自己讀 因為都是錄音機 對 干他什麼事 干他什麼事 這是美國的事 這是臺灣的事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當然會氣 就是他不管幹嘛 他都會很生氣 那我覺得在同一天之內 這個臺美之間的政治軍事對話 然後也由蓬佩奧宣布說 駐聯合國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要來臺灣訪問 我覺得那個意義自然 這個跟過去都不一樣 陳吉恐怕比美國衛生部長還高 還高 還高 因為過去那些是官員 官員大不大 大 因為次卿都來過了嘛 那可是聯合國 駐聯合國的大使 他更多的意義叫做外交 也就是把臺灣 放在國際的這個局裡面 讓臺灣可以更多的參與國際上面的角色 這件事情對臺灣來說意義極為重大 而克拉夫特他之前也不斷 也好幾次的發言認為 聯合國當然需要臺灣 有臺灣的加入才是一個 完整的聯合國的圖像 然後他也感謝臺灣寄給他的防疫物資 後面還有一隻臺灣黑熊 也就是說他的確是力挺著臺灣 而他的來訪 我覺得是在美國在這個儘管在政黨輪替 然後政權要交接的這個時刻裡面 把臺灣跟美國的關係的那個樓地板 再往上堆疊 也就是說你以後下不來了啦 就是你不可能再下來 一直往上墊高的狀況底下 未來只會持續更高 但你就算不更高 你也已經創造出一個最高的樓梯的地板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絕對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 那麼在宣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這個來臺灣訪問的消息的時候 今天就在今天臺北時間7號 美國也跟臺灣的官員進行了政治軍事對話 同樣的中國的外交部 請大家再重新自己念一次 違反一中原則 三個聯合公報等等等 好來 不好意思 王老師 是我把它合起來一起講 大家有沒有覺得 好 最近一段時間 沒有看到蓬佩奧的消息 可是你看2021年開始 他先什麼 他先主動的發了10條推特 去批評中國在北極的野心 接著他接受專訪 這個從頭到尾 把中國的罪狀數落了一遍 然後因為香港的問題 他公開的去抨擊香港 抨擊中國去支援香港 然後主動的去宣布 就是今天的所謂的台美政治軍事對話 然後這個結束 又主動的宣布 這個美國的 駐聯合國的大使craft要來臺灣 這你看短短的一個禮拜 蓬佩奧做了多少反中 制中抗中的動作 我覺得當然就是兩個目的 小的目的 短期目的就剛剛幾位說到的 就是他對香港的問題 對於中國在這一段時間 想要利用美國全力真空的時候 把手伸到歐洲 把手伸到東亞 然後想辦法清理香港戰場 他要表達他的不滿 跟施加他的壓力 長期來看其實他就在做一件整個把 把這個美中關係 剛剛講墊高到那個地步 讓拜登上來的時候 講好聽一點 民主黨人就揮灑的空間 因為我以前就這樣子 我繼續做就好了 那回來當臺灣 我覺得他把空間扭大 給民主黨 你應該要回去以前歐巴馬的做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就這樣 以前我們以前拜登過去 這四年怎麼做 我們只是延續著做法 我們沒有改變 這讓中國會啞口無言 華春瑩還是只能繼續念 你們堅持一個中國 等等等等之類的 然後我講臺灣一個狀況 這個聯合國大使 他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剛才講說他的重要性 他其實他跟國務卿的可公比拟 因為之前幹過國務卿的 蘇珊·萊斯 歐巴馬時代的 他幹完國務卿之後 他就去幹聯合國大使 所以其實確實 他們這個位階是相當的 那這樣的一個人 他為什麼 他想為什麼不是這個 因為不是國務卿 我覺得那個還有更大的政治命 但是聯合國大使 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代表著他未來是不是可能協助 臺灣可以加入相關聯合國 所有的活動 甚至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 這些東西都可能在美國 以前大家不是批評說 你美國都沒有出來 美國聯合國大使都站在你這裡了 那不是就是表演 用行動告訴你 他支持臺灣 包括加入聯合國 作為活動 包括加入聯合國 這個對臺灣來講 是非常非常大的意義跟信心 美國這個當中 我們臺灣的感受就是說 他怎麼在替我們臺灣做大外宣 你看 你看美國現在形容 說到我們臺灣的時候 就說我們叫做可靠的夥伴 像剛才你看到 要來臺灣的相關聯合國大使 克拉夫特 克拉夫特 他以前形容臺灣就是 我們叫做真實善良的力量 如果叫中國 就說中國侵犯到人權 他這一定會擴散 怎麼會擴散 美國現在這樣做給全世界看 尤其是後來 就算這幾天 還算不算幾天到二十 你說拜登要起來 要起來 但是現在美國的政府 他到時候政府的一個政策 都是一體啦 你說今天蓬佩奧 他來宣佈 那個中國的幾大罪狀 十大罪狀 二十大罪狀 要說多少也有 但這有可能是蓬佩奧 自己去寫出來 不可能 就是他自己 現在整個政府的執政團隊 去注意到這個問題 沒有處理不行 所以你注意看 就是中國如果在形容美國政府 不要說今天是川普這個政策 你現在形容 叫做最後的瘋狂 我在想說 如果正月二十一後 美國又有這種動作 中國會叫做經濟會議 經濟的對話 今天那個叫做政治和軍事 現在叫做全面性 臺美關係的提升 這已經是美國人跟我們台灣的一個共識 台灣的委員會比較慎慢 因為在川普進來 這四年裡面 尤其後面這兩年 慢慢慢慢 這樣 在他的政策 全世界的反中 這樣 美國人跟他相聽 跟說美國人天安度高 中國要做出來 中國要做到讓大家討厭 尤其是他現在在抓香港的民主人士的時候 剛好又讓美國師出有名 美國這樣做 全世界人也覺得美國你做得對 我們有時候走中國 我不敢去做 美國做這個動作 很多世界的國家 要對中國那種強權或是經濟 不敢說話 但是順便也打破 說好 你美國做 你最好是動作比較大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一定會擴散 這一個擴散之後 全世界買的會似而效益 這沒有辦法抵擋 OK